大家好,我是邓慧 今天是我第一次拍的影片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好,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的 树莹丛林活动 也感谢Professor这样做的影片 图片给我们 好,这个有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 行走一宫里获得十个宝贝球 捕捉十只Pokemon获得五个梅果 捕捉Pokemon使用五个宿果 获得五个宿果 SP500 香蕉果五个切铃 而第二呢就是 行走一宫里获得宝贝球 捕捉五只草属系Pokemon 会获得Chicorina 捕捉Pokemon使用十个宿果 是Belt's Block 而完成这调查 获得 5个 5个梅果 1000个SP 第三 就是行走一km 获得十个宝贝球 捕捉十只草Pokemon 获得 获得Fungus 捕捉Pokemon使用十五个宿果 会获得 而完成这调查 获得Paris 5个宿果 1500 星辰 第四个就是行走一公里 获得十个宝贝球 为伙伴吃三个点睛 获得3个捕捉7种 草属系Pokemon会获得Chicorina 现实完成之后 获得 尾 尾 唐草 1个Premium Plus 2个 SP 这个 现实为8天 所以 好好把握吧 然后 第二个 是 阿卡拉大冒险季节 特殊调查 也是分4个阶段 只不过这个是 没有限制 可以 完成都可以 而第一个调查就是 捕捉十只Pokemon 获得十个宝贝球 完成三个田园调查 课题获得Pikaccio 捕捉七只不同的Pokemon 获得五个宿果 而完成这调查 会获得 尾檀草 一个500星辰 500 SP 然后 第二个 就是 捕捉Pokemon 使用四个宿果 4个宿果 获得Piocet 捕捉 所以熟悉Pokemon 两只会获得 保姆 曼波 为活熟悉Pokemon 拍三张照片 会获得 阿罗拉形态 嘎啦嘎啦 但 要 要野性 如果是 你念的是不能 完成之后 就获得一个Fast TM 500星辰 500 SP 第三阶段 就是 强化Pokemon 五次 获得 七个美国 步行两个铃 获得十个宝贝球 未野生Pokemon 拍摄三张照片 获得十个香蕉果 完成之后 获得一个Premium Plus 1000个星辰 1000个SP Transfer 五个有情礼物 第四个就是 传送五个有情礼物 获得十个超级球 捕捉十五只Pokemon 获得七个宿果 在道馆中 获得一次获得 阿罗拉形态的地鼠 十五个高级球 八百个SP 八百个星辰 而这里面两个跳叉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难度 就是其中一个就是四个跳叉中 都要走路一公里 那可能要户外走咯 如果在户外的话 记得戴口罩 勤洗手 然后保持人身距离 就可以了 然后 我们等下就来完成吧 带一队加油 然后我本身呢 是 有 本身的话 我朋友比较少 如果大家 要邀请的话 就 记得进入 这是我的 trainer code 这就是 我目前现在添加的 trainer code 有 全部都是国外 大马的话 比较少 所以 有兴趣的 就添加吧 好 这影片就到此结束 如果喜欢 就记得点个赞 分享 订阅 开启我的小铃铛 祝大家你们加油吧 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好 好